你知道世界第一后腰罗德里最喜欢哪位中场球员吗 最后一个绝对能惊掉你的下巴 罗德里的第一选择便是布斯克茨 尽管外界一直把罗德里视作布斯克茨的接班人 但他本人并不认同 布教授的第一脚出球太出色了 更恐怖的是他的大脑速度 即便被两三个人包夹都能做出正确的传球 相比之下 我的身体对抗和远射更好一点 哈维则是罗德里的第二选择 哈维每场比赛都像是坐在球场的顶旁 他能俯瞰球场的每个空位 球队有了他 其他人只管跑位就好了 罗德里夸赞道 而曼城中场的第三人选 就是前黄马后腰赛米罗 巴西人用他跑不死的体能和凶悍的拦截 为当年的黄马中场竖起了一道屏障 所有球员都希望拥有像他一样的铁肺 罗德里解释说 而第四人选 罗德里再次给到了自己的西班牙老像伊涅斯塔 要论技术和盘带 小白在狭小空间里的处理球能力堪称世界一流 罗德里夸赞道 而第五选择便是罗德里的曼城队友 比利时中场哥布劳内 丁丁就是传球界的魔术师 无论长传还是直塞 无论弧线还是落点 都像是他魔术表演中的道具 罗德里的第六选择则是杰拉德 身为利物口的传奇队长 杰拉德永不言弃的战斗精神和领袖气质 总能给球队注入信心 罗德里解释道 最后一个位置 罗德里留给了另外一位西班牙传奇中场 哈维·阿龙索 他总能用精准的长传改变比赛节奏 如今这种创作力 更是帮他成为一位完美的教练 罗德里描述道 那么在各位看来 罗德里未来能追上甚至超越上面的七位中场吗